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生富贵不愁钱 人生在世 安身立命 虽然金钱是其中非常的关键 不过最为重要的还是健康和平安 人的一生唯有平安畅顺才是福 那么来看看哪些人 是一出生就注定会成为有福之人 凡事能逢凶化吉 长寿安康一生到老吧 农历初期和十二 农历的初期是为佛光朝圣之吉日 而十二日则是为上天诸神菩萨的圣诞日 在这两个农历日子出生的人 虽然他们早年的时运不济 经常在早年吃尽人生苦头 但是人生的道路越走越顺利 雨后天晴 中年开始运势提升 大放异彩 如果可以把握住一两个机会 便成功转运 摆脱贫穷 万年无忧无虑 不缺钱花 农历时期和十九 在农历十七日和十九日生人 彼时正是生于财神和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 而且其命理格局终命有据财格 他们的事业顺风顺水 财运也大红大紫 工作后没多久就登上了人生顶峰 生活富裕有家 家里有了他们以后 不愁没钱花 农历初九和十五 农历初九十五出生的人 生性外向开朗 大大咧咧的 待人和和气气 很好相处 他们的交际圈子很广泛 和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处朋友 他们参加工作后 很快就适应了工作环境 做出了亮眼的成绩来 出色的办事能力 得到了上司的赏识 成功地进入了管理层 钱财如流水般滚滚而来 赚得盆满钵满 越老越富贵 农历二十四和二十八 农历二十四和二十八出生的朋友 头脑精明 多才多艺 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 志向高远 并且愿意为了理想的实现 而不断努力 他们不仅在工作当中顺风顺水 有贵人相伴左右 而且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时机 赚得盆满钵满 后半辈子注定不需要为了钱财而担忧 生活和和美美 幸福美满 属兔的孩子 属兔的孩子天资聪颖 即兴转世 从小就万千宠爱于一身 长大后有大出息 是个出了名的孝子 奇迹节节高升 名声大造 为护士携财代福 是家中的聚宝盆 生意红红火火 奇迹顺顺碎利 工作升职加薪 赚得盆满钵满 贫贱又多金 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鼠龙的孩子 鼠龙的孩子 脑筋聪明 为人圆滑 尽力勤劳 思想活跃 什么事情都想法周到 他们命中有天喜贵人相助 算命先生说 孩子鼠龙 男招财 女大夫 早晚当上大财主 他们从小到大运势红火 很多喜事将会进家门 一家人幸福安全 贵人化身财神 进家门送天财 只要他们能不断地去尽力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鼠马的孩子 鼠马的孩子 生性天真单纯 始终保持着善良的本心 乐于助人 所以得到了上天的保佑 平生安全顺遂 他们生上去财运就很茂盛 不止本身有好财运 盈利多多 还能把这份好财运 传递给自己的护士 也许护士本来只是打工族 但自从他们出生后 护士的运势就一飞冲天 特别是财运 轻轻松松就可以赚大钱 鼠狗的孩子 鼠狗的孩子 共性质朴 福分茂盛 福源深智 他们平生运气运势更胜一筹 即使家境不佳 也能够平靠自己的脑筋 和双手创造非凡奇迹 除此之外 他们财运更是爆棚 可以提升家庭的运势 是贫贱之人 他们还有发展的眼光 适合在商业当中闯荡 凭借实力 会迎来贫贱的人生 硕国累累 钱财无忧 有些人小时候就有很好的运气 享受到了富裕的生活 也得到了家人的宠爱 不得不说这些人的运势特别好 心肠善良的人 运气总不会太差 而命中佛源深刻的人 性格中带有一些佛性 命力终究光明灿烂 受菩萨保佑 如果是出生在下面这几个月份的人 天命吉祥 善良又好命 未来充满光明 农历正月 长寿百安 正月向止住虎月 这个月出生的人 命数极为光明 阳气深重 犹如花相迭自来 一辈子可谓是贵人 千万无穷尽 年少尚且奔波受辛苦 但中年晚年一片好风景 因有人生好运在 正月生人不会大起大落 寿命长而百事顺 家财越老越多 花也花不完 农历二月 农历二月与观是因菩萨圣诞同月 所以这个月份出生的人 天生心慈貌美 福运加倍 从他们出生起菩萨就格外庇佑 他们可以说是极万千宠碍于一身 凡事能事半功倍 一鸣惊人 从商则生一昌龙 从政则家官进爵 一生福运不断 农历四月 农历四月与是加慕尼佛圣诞同月 所以这个月份出生的人 人生与佛得道的过程十分相似 先苦后甜 早年不得志 但可塑性非常强 历尽重重考验 相助贵人会越来越多 凡事事半功倍 虽成功来之不易 但却能长久地守夜 幸福安康 富贵吉祥 农历七月 农历七月份出生的人 异性圆超极好 他们深受长辈的疼爱 同事的照顾 父母的关爱 身体健康状况 一向不错的他们运气 也很好 一生平安 农历八月出生 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很善良 不管做什么事情 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的底线 超出这条线 他就不会做 宁可不赚这个钱 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样的人是一辈子 是受到菩萨的保护的 走到哪里都有贵人帮助 福源深厚 注定一辈子富贵 农历九月 家财万贯 九月象征住犬月 更是长长 久久的一头 本月出生的人 财运好 家庭运势也不差 天生就有贵人帮 生来如同烟花红 年纪的增长不会 使得他们财运减退 反而更有生财势头 中年做生意 更容易一飞冲天 钱财往往数不清 所以九月出生的人 到了中晚年 没有一天穷日子 年年好命不缺钱 农历十一月 这个月份出生的人 从小就会惊人的天赋出来 头脑十分的聪明 不管是男是女 都是人中龙凤的命象 一生受菩萨的保佑 财运生来就十分的旺 若为男 则事业辉煌 厚福无穷 若为女性 则会嫁给优秀的丈夫 为自己家里旺财旺运 感恩你的观看 此文若有谬误 我皆忏悔 此文若有功德 普皆回向 愿须空法界 一切苦难众生 都能离苦的乐 消三丈诸烦恼 得智慧真明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 请您关注佛语 或留下宝贵建议 别忘了把佛语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 更好的自己 一起见证光明